为中共招募美国防科技人才中国公民在芝加哥被捕,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中国公民今天在芝加哥被捕,遭控秘密,为中共请报高官工作,试图协助吸收包含为美国国防承包商工作的工程师及科学家名单,包括台义科技人才,美国联邦检察官以及些男子,为事先通知司法部的情况下, 蓄意在美国作为外国政府代理人的形式罪名逮捕道案,27岁的纪超群,J.J.G.E.于2013年8月持F1学生签证自北京首度入美,就读伊利诺理工学院,RIT电机工程在2015年,取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并在2016年进入,美国陆军预备参加紧缺人才征兵计划, MVNI路透社报道,被控担任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纪超群现身芝加哥联邦法院,但未立即与他的代表律师获一,Lori Hoi取得联系置评,根据联邦调查局FBI审查的简讯内容, 纪超群于2013年11月由诉状所称情报员B的人士介绍,给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的情报员A,根据FBI提供的诉状及书面证词。 双方,后来在中国多次见面,最初情报员A警告诉纪超群他是大学教授,但FBI表示纪超群最终得知他的真实身份,是江苏省国家安全厅官员,此部门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省级2015年,于电邮执行的搜索, 并显示纪超群将相关文件发送给情报员A,内容包括8名来自台湾或中国的美国规划公民资讯8人接线,据美国美国司法部表示,这些人接位或曾为科学和科技部门工作8人当中,有7人曾为或为美国国防承包商工作。 美联社报导纪超群,在芝加哥市中心的联邦法院首次出庭时,看起来疲惫不堪,在15分钟的听审上,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美国地方法官麦克尔梅森面前蜷缩着,旁边还有一名中文口议员,当法官询问,他是否理解他所有的权利时,他抬起头用英文,说,我明白,那美国助理检察官秀搭皮来说的皮里, 在听证会上表示,如果罪名成立即超群,将被判刑10年在联邦监狱中服刑。